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我的讲座的第二场 那题目在这里 像讲的过程当中就会讲得很清楚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当然这里的爱欲的话是Elos 就是那个推动我们人在生命当中行走的那个很重要的能量 当然是从我比较是从佛罗伊德的体系出来的 然后家庭化的话听到家就是跟家庭有点关联 怎么是庭化法是我这次要讲的主题 那我特别要集中要讲的是 当代的生命关系之中的重要的两个字就是平反 我们认为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我要在这次演讲里面讲出来这个平等 其实包含了其他的一些东西 这个作为我近年来对于现代性的一个反思 特别是从西方出现的这个马德尔提 作为一个崇高价值 我们第三世界要追求的目标 那我对这方面是有一些反思 那是今天要讲的 那当然 诶 庄明金我们系统人很清楚知道 我这个人是一定会全行提要一下 就是上礼拜讲了什么 那我没有办法重复上礼拜一个多钟头讲的东西 我只能给你两个小段话 让你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那上礼拜我最主要谈的是西系的灭亡 也就是台湾近几年来比较看到一个严厉的手段去对付西系 对 特别是跟性相关的西系 它操作的方式是透过媒体 在媒体上面特别感谢主我体系所创造出来的 在报纸上面非常非常耸动的报道 然后因为是跟性相关 因为是好像没办法借人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英明和媒体这样子 炒作妖魔化 使得性欺激性 形成了一些效果 那这个效果我把它称为两种 一个叫精工 就是很害怕 一上报人会吓得要死 寒蝉的话就是你又再不敢来 你就不敢 而且也不敢有人出去反对 然后说 哎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啊 通常都是我啦 苹果有时候我打电话问我说 哎 这些又有什么什么事情啊 你又有什么意见 那我就要想办法去找一些正面的说法去说 你看一个看起来好像整个社会都能反对的局势 那我认为这一切精工之鸟寒蝉的效应的话 其实会使得这个社会当中的主体 特别的趋向于自律 控制自己 我们不要玩 我们不要玩过火 而且特别开始自律起来 就是不要做那些修持的事情 至于修持什么是跟性相关的 比方说大家开玩笑的时候 开黄色的笑话啦 或者做一些身体上的轻易的动作之类的 但是开始自律自重起来 而这种自律和自重的话 我觉得它是有社会后果的 这个社会后果就是使得我们 我们跟一切我们认为是轻巧的 这个一样的事情 划心界限 那这样的话就是变成了 有一群自己自识 道德感情高超的人 就是我都不做那种可休止的事情的 那这种人会形成我们在社会上的 很强大的一股道德民粹的力量 这也是我这整个系列四场演讲要讲的 我希望到了第四场的时候 可以把前面三场都收拢起来去谈 这样一个道德民粹的力量 跟我们过去的系列政治的发展是一个关系的 有异曲同工精妙的效果 这些效果都是创造一些自律自重 自有克制 而且也很严厉的去解释别人 尽误别人的主体 这类型的有道德义分的主体 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强大的一些表达 各位如果注意看台湾最近 除了林书豪打篮球之前的 那一个大新闻就是有关于 马基尔 艺人马基尔打击成斯基那件事情 你就很清楚的看到道德义分的大众 他们说出来的话 和他们的报仇的那个义分群的强大 对于这类型的现象 从再早一年的白雷军运动 一直到现在 这种强大的道德义分群众的兴起 我觉得是有很重要的结构性的分析的 那这个分析也就是我这次的演讲系列 希望提供的部分的答案 好 那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就跟那个亲密关系的民主化 因为大家都开始在谈亲密关系的民主化 这个民主化里面包含这个 平等的理念相关联 最主要讲的内容来自 宣传一下是我的下一本书 我跟林义宾教授和写了一本书 叫《冥困丑成》 从2005年写到现在才写完 然后现在已经进一教的阶段 所以预期你能在今年之内 一定会看得到这本书 《冥困丑成》 它的权名 还有它的副标题是 《忧郁症情绪管理和现代性的黑暗面》 这是我这几年也有兴趣的谈的话题 所以你能对《忧郁症》有兴趣的诗 可以看看这本书 对情绪管理的正经验有兴趣 也可以在这本书 好 下面的话 我今天里面讲 当然最主要的 潜在的主题 因为潜在的主题就是现代家庭 家庭不是一生来就是像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个样子 所以以现代的家庭为主题来谈 特别在现代的家庭里面 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社会的话 你发觉反家暴是一个很大的运动 反家暴这样的运动以及离婚 我还记得我非常年轻的时候 离婚还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 女人如果离了婚的话 就好像没有人要的一样 我的朋友是一听在当时写走过婚姻 然后推动了离婚妇女可以选择更好的人生 这个运动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指责人们不会因为结了婚 就再也没有任何生意选择的权利 所以这个反家暴的运动跟离婚的正常化 其实在法律上面终结了我们的父权家庭 大家现在谈父权的时候要听到 这些事情已经使得父权家庭 我那么的父权了 因为那个暴力的暂质现在有法可管 反正如果暴力暂质这个家庭的品质 生活品质不好的话我还可以离婚 这些人性的选择其实都使得父权家庭削弱 就是父权的这个能量消弱 因此好像看起来亲密关系民主化已经成为 现代家庭很重要的内涵 而这样一个现代的家庭多半 你目前来看的话都是以夫妻和亲子 这两代人之间的这个核心家庭 小家庭的亲密生活 也因为他这个小家庭 也因为他平均消灭了或者减低了他的这个暴力载质的部分 所以看起来的话大家好像有更多的情感投入这个家庭 那这一部分等一下还会再继续讲更详细 家庭核心家庭是亲密生活 因此我等一下会检视它包含了更强的情感投入 每一个成员都要投入这个家庭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投入会有更高的震荡 那这个震荡也是等一下会谈到的 那这样一个来自于西方现代性 那我认为核心家庭 基本上跟西方现代性的关键 因为它是跟这个整个市场体制的改变 跟家庭规模的改变结构的改变 以及这样一个家庭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家庭 是不是还是男主外女主内男为首女为后 这样的家庭呢 现代性是说的就不是这样的家庭 那这样一个家庭包含了平等也包含了亲密 两个最重要的东西 平等表示成员之间的平等 不单是父亲的平等 亲子之间也开始要谈民主化 就是不能够全面的笼罩子女的生命 不能全面的管束子女的行动 这样的一个平等的结构 以及在这个平等的结构里面 必须要有各种亲密的表现 亲密的内涵 我想要谈的是说 这样一个平等和亲密的家庭 这样一个来自于西方现代性的想像 他预设了怎样的一种行李压抑和主体的训话 而他又执行了怎样的 预设了就是说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内涵 执行是说在家庭的互动之中 我们也在形成行李压抑和主体训话 换句话说 现代家庭的黑暗面是我今天想要关心的 现代家庭其实很有趣 它有它的主体生产的功能 家庭其实是生产男人女人 把男人养成男人把女人养成女人 把男人女人养成可以承担社会功能的主体 家庭其实是这样一个组织分配组织的一个状态 可以分配各种的角色 社会也就是透过这样一个安排这样一个制度 来再生产男人作为 在历史当中 家庭的形态不断的转变当中 一遍配合像大家庭的年代的话 跟营业生产体制相关 因为需要人手 在小家庭的体制 等一下也会谈到 不同的家庭的组织状态 其实配合的是整个社会的生产主体 同时呢 家庭如果生产在不同的社会当中 它的再生产的功能 有没有不太一样 像我成长的年代 还是台湾的戒严时期 在那样的威权的时期的时候 就很清楚的看得出来 家庭的威权本质 就是父亲怎样掌管 整个的家庭 这样一个威权家庭 当然企图生产的就是 顺福的福利 你生产出到顺福的福利 就有顺福的国民 顺福的国民 威权就可以继续的维持它的威权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淡灰色的字 就是威权之下在企图生产顺福子女的时候 往往同时生产反叛的子女 非常强有力反叛的子女 因为那个威权是这么样的明显 而现代核心的家庭的特色 如果刚才你理解了威权时期 有威权家庭生产出来的顺福 或反叛的子女的话 那你看现代的核心家庭的时候 它的特色 其实是女性和这个私立的核心 所以现代的家庭基本上 不但是以男人主导 它其实是以女人为核心 而且其中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就是平等 不单是私心平等 也有亲子平等 是最主要的意识形态 另外这种家庭的临结界 就是亲密情感 夫妻之间的爱 亲子之间的爱 就是这样子的核心家庭的最重要的严结计 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个亲密和平等 因为我觉得亲密关系和这个平等的意识形态 随着现代性的扩散 随着西方现代性 对于世界其他文化的影响 其他社会的左右 已经扩散了这种 很多时候在我们现在 我们的想象说 夫妻之间怎么可能还有不平等的状态呢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现代性的意识形态 影响我们有多深 那我希望从此的角度来评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亲密关系的强调 平等关系的发展 它是怎么样形成 然后它怎么样操作 它怎么样跟另外的一些社会力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些新的历史形态和新的实践和新的管制 好 那从这些西方现代性有关于家庭的说法的话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就是19世纪的一个女性理想家庭生活 当时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识形态 Code of domesticity 开始去谈女性应该怎么样 家庭应该怎么样 这个Code of domesticity 这种家庭里面的理想生活状态 男人再怎么样 女人做什么事情 这样一个理想状态其实跟着中产阶级出现 也就是说 当私人主力工业化影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中产阶级出现 中产阶级的家庭形态出现 这个形态是怎么样的形态呢 这个形态跟过去上层阶级那种有钱人 家里有很多很多人服侍的 一切的社会生产活动都是下层的农民生产 然后送到上层家庭里面去享受 这样子的一个生产模式的改变 而这样子的生产模式 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 就是生产活动的社会化 过去的话 其实每个家庭里面吃喝拉撒 所有的生活活动 菜自己种 菌自己养 鸡自己养 然后你要做肥皂自己弄 做蜡烛自己做 然后支付 房商都是自己来的 生产活动是我们家庭生活的一个部分 可是现在的话 其实我们这些这一类型的生产活动 一类都是外包的 你家在房商 吃货吗 很少了 甚至外食都变成我们日常的生活 最常见 我们还把外食都买回家 到家里吃 生产活动基本上 外包通通出去了 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生活 其实不是过去可以想象的 这是为什么老一辈的人 对于外出吃饭 有的时候有保留 家里明明有吃了 但是他要出去花钱呢 好像家里要花钱吃的 老一辈的人 其实还蛮习惯 就是生产的活动 家庭的活动留在家里面 可是新的中产阶级的话 那个生产活动是外包的 他们开始去 大家有自己的职业 没有自己的职业 当然你就不用 没有那么多时间 再去做所有的生产活动 所有的生产活动 外包社会化 家庭生活开始公开 家庭变成一个独特的领域 这个是私领域 这样一个领域里面 跟外在的公共生活 是有别的 所以公司的这个分别 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变化 私领域开始出现 在私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导人物 就是女性 他来主导这个区域 所以私领域的理想家庭生活 其实跟当时很重要的 生产模式改变 是扣沿在一起 创造出适合主体再生产的 这个空间来 我当时的历史形态 因此一方面 有这样一个公司的分野 有一个家庭事件 与公共事件的这个分野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不是常常还讲吗 就是说上班是上班 回家是回家 两码是 回家了以后 我就不要再做上班的事情 因此上班的时候 老板也就说 你不要做家里的事情 是两个世界要分野 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 男主外女主内 十九世纪的时候 是很清楚的 男女 应该做不一样的事情 因此在那个时候 也会崇尚负德与母职 这个后来被女主 会强烈批判的 两个意思形态 负德与母职的话 就是女人应该做什么事情 在家里应该照顾什么 丈夫应该 让他没有货富之忧 这一些形态 当时的 理想的女性状态 是有很清楚的 一套意识形态的说法 理想的女性 撑起了理想的家庭 理想的家庭 要靠着有理想的女性 在中间作为核心 这一个意识形态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你当然对她是不满意的 因为觉得有局限性 可是这样的一个家庭状态 这样的理想的女性 却是十九世纪 非常迫切需要的 你回头去看 当时的文献 就看到十九世纪 刚刚出现了这种慈善家 慈善家在十九世纪 很重要的 是期待功能 因为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慈善嘛 就是让那些穷穷穷到不满 可能会发难 可能生变的这些人口群 能够得到一点点release 慈善家是做了很重要的 让社会不要太过于动漫的功能 当时的慈善家也好 教育家也好 社会改革者 医生 公共卫生的官员 传教士 看到没有 都是一些 要让社会能教养得更好的人 他们都主张 我们这个Mindal class 出现了家庭生活博士 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 因为当时的话 开始两极化的社会 贫富差率很大 资本主义的过度的剥削 使得下河民民众 有非常非常困苦的生活 但是 出现了这个中产阶级 不再是在土地上面耕作 而是透过其他的生产方式 而获得生存基础的这些中产阶级 介于贵族跟平民之间 在这里的话 唯有称呼他们 没有用中产这两个字 因为中产 通常人们只想到经济的这种层面 可是我想要讲的是中间 那有两个不同的层面 一个中间是说 他在上沉的跟下沉的有中间 位置上 他在两个极端的中间 可是另外也要谈的是中间 坚固的间 也就是说他作为社会最主要安定的核心的力量 这样一个阶级的话 在当时出现非常的关注家庭 好 各位就也看得到了 新的生产模式 占生了新的阶级 新的阶级 创造了新的家庭空间 而在这个新的家庭空间里面 还有这样一个阶级去创造一个 非常关注家庭的一个动力 因为当时你看到中产阶级的时候 他们会写出很多批判上下层的语言 那他们批判什么 批判下层阶级 道德沦上夫妻关系之家 也没有照顾子女 这些穷人都 连孩子养不好 也批判上层阶级 浪质狂欢 奢侈放纵 伤身破财 也没有把自己养好 所以没有关注家庭 没有养好子女 变成中产阶级 对于上下层层批判的重要的内涵 而且是 大家都可以看到 对对对对 这个批判是有道理的 因此 新兴的这个中产阶级 可以用这种道德自语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是关注家庭 好好照顾小孩的 以道德自语和社会关怀 我为什么关心我家庭 因为我希望有个社会好 用这两个东西来作为 它阶级上升的策略和符号 可以看得到中产阶级 跟上下阶层不太一样的一个动力了 这个动力就是对家庭的关怀 对子女的严厉的开关 以便可以让这个社会稳定 而这个社会主流人士 也都期待 中产家庭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模式 可以继续扩散到上层 扩散到下层 我们社会才可以有救 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的话 加持的内涵的意义 有了重要的改变 跟资本主力工业化 这样一个个人化 机械化的趋势同时 个人化跟趋势化 如果各位有读过 跟资格斯基相关的浪漫主力 那些写就 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对于个人化和机械化 会觉得有很大的疑忆 机械化指的是用机器 然后人的生产的过程当中 人好像变成机器的一个部分 这样一个机械化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抗拒这样一个机械化 使大家对于工业化 对于资本主力 对于机械化 这一些想法 使得人们渴望 还有一个另外的 安全的温暖的空间 这个空间 就是在当时事实出现的 中产阶线的这样的一个家庭 因此你也会看到 这个自己很多的说法 就是 那一个时候的家庭 是无情世界之外的一个庇护所 人们 逃离这样一个无情 工作的这样的世界 逃回家里 到现在这个意识形态也在 就是上班 辛苦辛苦 逃回家庭以后 看在沙发上的时候 突然觉得家库 因为不需要面对老板 不需要面对工作 不要面对压力 所以家庭在这个时候 他在情感和意识形态上 有三个意义出现 总简化家庭就是 跟公共场所 没有太分别的 同样的一个生活 现在被拉开来了以后 家庭变成私空间 情感空间 得到安静和宁静的 宁静的空间 这个家庭不见得只是 男人的castle 就是男人的城堡而已 所有的人 只要是在 这个无情事件里面 受苦的人 都躲回这个家庭里面来 有趣的是 在这样一个家庭的结构 出现的同时 当人们开始找寻 温暖的庇护所的同时 新兴的一些行业 助人专业 这就包括了什么呢 社工啊 扶善啊 资商啊 反正所有一种 帮助大家的这种行业 新兴的助人行业 解决这个差距的话 就是在各样的生活当中 进行平等的这个意识形态 所以这种助人的专业 在某程度上 可以跟女性主义的理念 呼吁 因为她会支持家庭中的弱势 假如说 妻子和儿女不能再被上次欺负 不能再被家庭打 不能再被家庭喝醉酒 所以家庭就发泄在 妻子和儿女的身上 所以助人的专业 也在帮助家庭中的弱势 去斗争这个负责 但是她同时 也会谴责父母亲 对于子女的专权 例如父母亲把子女卖掉 或是把子女送到 那种Workhouse去工作 父母亲对于子女的 无情的这种利用 都会被助人专业所批判 已经看得到那个 平等的意识形态 贯穿在这样 夫妻之间 夫妻子之间 宣传儿童权利 甚至很多很多的助人专业 告诉你说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父母 现在的人 不知道怎么做父母 因此你们要读专书 你知道我妈妈的年代 怎么养小孩 我妈妈就说 我看大人怎么养的 我就照样再养下去 可是现在的话 当结婚的人都会说 我完全不知道 怎么养小孩 刚刚就买几本书来看 买几本书来看 买几本书来看 而且国家会安排 各式各样的agency 和机构各式各样的课程 教你怎么样去照顾小孩 好像大家都没有任何的父母来源 你不可能会的 养小孩一样 在这个时候 家庭里面的权威 开始进行变化 如果过去只有 父有权威管理 然后母屋有权威管司里面 在现在的话 开始专家姬式的权威 进入家庭 亲子之间应该怎么合作 夫妻之间应该怎么样相处 现在都由专家讲话 如果你注意到这个原则 没有出现什么事 就请专家发言 你就知道专家的权威正在进入 心灵空间里面 人与人之间互动 应该怎么样进行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家族里面 中间阶级的女性 她的理想家族世界 因为强调婚姻的严肃和神圣 这前面还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我没有办法讲 就是从前的话 其实婚姻不是很慎重的事情 尤其是普通人家庭 只有贵族家庭要联姻的时候 才会千姿万想 左右盘算要不要结 西班牙的话 就是发生的结婚是结了 很简单的 很普通的 婚姻没有什么太大的原则性 发生结婚了 发生了结婚了 好 那就结婚了 但是从12世纪到18世纪 看到那个简单的婚姻体制的变化 就是慢慢的婚姻越来越严肃 他必须要有一定的程序 他必须要得到父母的许可 他还必须要到教堂去公告 看看有没有人来说 我反对这样的婚姻 到不结婚者里面 西方的婚姻结婚的程序当中 还有这么一句 到最后目视会说 在场有没有人有反对意见 现在讲 不然以后就不能讲了 这句话 其实只有实际的婚姻改革到现在 在那个过程当中慢慢慢慢消失 现在只增加那一句话 而我们看到所有的 我们还在看你 进入那一句话的时候 会出现真正的爱人 你应该跟他结婚了 这就是你看到 那样的残留的痕迹 这个中心皆知女性 对于理想家庭的想象 因为对于婚姻是严肃的 是慎重的 我们考虑了很久才投入的 因此 事实上也必须要 激情性的吸引 要被询化 意思就是说 不能两个看上眼 然后就发生疫情 两个结婚 不行 婚姻是慎重的事情 要好好考虑 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 在台湾其实有厉害 有人有题目 就是说婚姻之前 要有三天考虑去 跟做他一样 就是要有思考 好好地讲清楚 这跟从前就发生关系 然后就成为夫妻 是很不一样的 侵纳或生命本能 要被文明化 文明化的话 其实就是它不能是 吸送的 不能是爆裂型的 它必须要是 文明的人是缓慢的 互动的 考量的 彼此有这个 这方向的 性爱 生命本能都要被 询化 要以文明化的方式来调大 所以正常这些 爱性实现 例如婚前疫情维 或者野炮 或者其他这些东西 都必须被规范化 中产家庭化 也就是性 应该是在家庭里面出现 婚前疫情维的 其实人类 从本到今 非常常见的状态 把它限制到 婚后才能发生 是蛮晚近的 这是一个 历史上很荒谬的人 就是我们还以为说 我们一向都是婚后才有 现在因为 青少年乱来 所以婚前性 因为成为社会问题 因为什么要停止 这样的社会问题 其实婚前性 因为是常态 要把它放在婚前 要把它放在婚前之内 是比较静待的 一个变化 好 中间女性对于理想家庭的想像 对于各式各样的冲动情感的群化 那这一些 倾向 其实跟后来 女性主义是一曲同工之妙 后来女性主义 虽然是批判说 而且这样一个理想女性家 女性的意识形态 把女性 限制在家庭生活之内 这是非常非常局限的讲法 女人怎么会只做好女人呢 虽然女性主义有批判她 可是女性主义后来 却是跟这样一个倾向 有所共同的连结 那这一类型连结的女性主义 在台湾的话 我的同事 与乃佩就 他去懂一个叫做梁妇 梁家妇女 所以女性主义有不同派别 不是只有一个 这一派的女性主义的话 是以家庭为主的 他所提出来的证件 是以恐怖家庭为主 以照顾儿女为主 以整个的家庭里面 都是这样的需求为主 安全为主 后来这个梁妇女性主义 梁妇女性主义 其实跟 原来她们所去看的 是走势之间 女性影响生活 是连着起来的 衔接起来以后 很自然的 会转弯 去寻寻寻寻寻寻寻 等一下我还会再去 给大家知道 好 那我们谈 爱欲的形化 形化形化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中产家庭里面的中产女性 对于理想生活的想象 需要爱欲的形化 就是这个Eros 不能够乱跑 你要集中到家庭里面来 所有的活力都为家庭 以家庭为本 以家庭为品 那她形化的最像是谁 各位随便想一想都知道 群化的对象是谁 女性不用 女性就很群化 最主要的群化对象 当然是男人 Eros 会乱跑的 我记得我90年代的时候 曾经跟医生 性方面的医生 这个是妇幼科 的医生辩论过 然后医生就跟我讲说 他你知道吗 男性的性荷尔蒙 比女性多20倍 所以男性在外面 活跃 性方面的活跃 是正常的 他告诉你说 你看一颗男子 几千万个妻子 这也可以证明说 男性的性能 趋向和心的活动 当然会跟女性的趋向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当时想象也会 很自然想 爱与群化的对象 是男性 但是有趣的是 真正在爱与上面 不行的 不跟从主流的 不是只有男性 男人当然要被叫化 要被群化 群进成为 理想家庭的理想承担者 就是好好的 负担家庭人 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还有 另外一些要被 也要被群化 特别是第一个 淫妇 谁呀 就是在外面 那些淫妇 这些男人 捞出墙的人 就是淫妇 前一阵子骂 这有时候也是 在骂她是淫妇 但是这个喝醉的淫妇 还有呢 蜜子 蜜蜜 这些不听话的孩子 这些在心上面 自主的孩子 这些孩子 也要被群化 所以在家庭里面 你会看到母亲 非常努力的群化 这一类性的妇女 同性恋性恋态 这些所有唯逆 理想家庭 理想关系 它是什么 理想关系 就是一对一 心恋 心理关系 是唯一选择 凡是跟这个模式 跟这样一个选择 搭得上的 通通是在情绪上的不群者 这些的爱意不群者 都需要被群化 都需要被调教 我们要让他们 通通都回复到正常的 那个唯一的一对一心念的暴露来 也因为这样一个想要群化的动力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人 在这样一个群化的动力之下 都被当成了群化的对象 所有不符合理想家庭理想关系 不符合文明化标准的主体 例如精神病患者 流浪的游民 强奸犯 恶待动物者 这一种 我不知道香港目前怎么样 在台湾 目前打猫打狗 就打这 就觉得如果你这个人 是太糟糕的 你怎么会给 动物很糟糕 动物跟人一样的重要性 这个趋势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因为有兴趣 以后看《民众议投证》里面 有一章有谈到这个 动物保护 跟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情谊的家庭 一件的关系 好 二代动物者 各种成瘾者 什么是成瘾者呢 比如说 打iPad上瘾 看电视上瘾 看败马上瘾 看人呆上瘾 那都有啊 怎样是那种 没有遵从 一对一地信念家庭关系的那种 在灯光下面 算不看暴气 小孩在玩游戏做功课 这样一个温暖画面的都是不平革 都需要被管教 而且 也会衍生各式各样的立法 来管训 来矫正 有各式各样的中途之家 和政治家 把这些问题少年 问题的人送进去 所以 身上这个 循环化的动力 想要所有的人都一样 都符合一个理想状态的 这样一个动力的话 会在国家层 政府层次 也生出来很多新的管制 各种法律 还有各种容纳 这些不寻情绪的机构 都在这时候诞生 在台湾就看来 非常非常的精确 有趣的是在这样一个 理想家庭里面 女性主义会批判说 你这样子把女人 放在家里面 向父教主的位置 你是贬低了女性的地位 可是事实上 不是这样 女性主义家庭生活 事实上 确立了妇女 在家庭世界里面的主导地位 她是最重要 她是核心 因为家庭好不好就是妈妈好不好 而且 因为她是妈妈 她是好母亲 扮演了她 应该做得多的母职 因此她有道德优势 我这么辛苦 我这么含辛茹苦 我这么含辛茹苦 你还能怎么样 因为她执行了负德 和母职 因为她前程 她忠贞 她含辛茹苦 她私生自我负 大母爱 然后在男人后面 默默的辞职 然后让她小爱 通通都有成就 这个道德优势 到后来十C队了 有政治C队的时候 会成为 引人进入生殖殿 非常重要的变角心愿 这么优秀的女士 管家不能管得这么好 还不能来管国吗 咦 我好像是替蔡英勇助选 女人能够管得好事情 做到这个算不准 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 女性主义也常常批判 这个理想的家庭生活里面的 这个女性的角色 可是事实上 这样一个女性 理想家庭生活 使得一般的妇女 即使是没有女性主义意识 可是她们都很给予 因为有一个 以女性为视角的自我权力意识 像现在在台湾 很多女人都会觉得说 嗯 我有权力要求平等 我有权力要求这个 那那那那那的 她有这么多的要求 她必定是女性主义者 她不见得读过女性主义 只是说在我的氛围当中 社会的氛围当中 已经诞生了一种很普遍的 以女性为视角的自我权力意识 那这个从哪一来呢 从各种媒体啦 从各种政策啦 从一些女人的发言之类的 在一个一个的事件当中 累积起来了这种权力意识 你应该可以怎么样 你应该可以怎么样 这个可以说是 妇女运动在这么几十年的努力之下 就累积出来的一个成果 这个成果不一定是有个反强 而是一个一般的社会氛围 很广泛的影响到很多的女人 都有这样的权力意识 但是过去的话 我们会觉得说过年的时候 除夕夜到夫家去 然后全家团圆是应该的 可是现在的话 有一些力量会提醒我们说 哎 为什么我只去夫家 比方说台湾有一个卖基金的广告 那基金的广告就会拍 一个就是说 媳妇在家里面 因为爸爸刚刚摔 动过手术 说在人影上面 已经上父离开家 要去上班以前 就跟媳妇讲说 要给爸爸买一点 那个什么什么古的东西 要搭配好得快一点 那这个媳妇就想说 那我的妈妈呢 然后像这个 免造商妈妈 一个人去菜兰 然后菜兰就跌到地下 菜和水果散了地 然后他就想要说 我给爸爸给我的公公 买这一盒的时候 我也要给妈妈 下一个镜头就是 妈妈收到了一盒 很好的保养品 妈妈说 哎呀 发这个钱干嘛呀 还照顾我 好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的 透过商品 而扩散的一个女性的自有权利性 就是我不是只要照顾夫家而已 我自己的娘家也应该有权利 我也应该要照顾我的娘家 虽然她还是没回去 她就送了一盒东西过去而已 她过年转还是不能回去 我遇到过很多女人 她们是抱怨就是 为什么我不可以有一年 出嫁陪我妈妈 我为什么一定只能陪出嫁 可是这个好像很难 好 那这样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的社会氛围 在很多人的层面上 透过媒体 透过电视 透过歌曲 透过妇女运动 透过广告 都在宣传一个女性自我的权利意识 这个对于一般妇女来讲 是很给力的 好 当所有的女性群众 都有这样一个女性权利意识 虽然她们没有接触女性主义 所以她们可能对女性主义都有反感 可是这样的一个氛围和这样的主体 去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可以让有政治气图的妇女伴力 可以做一些大事 虽然女性主义会批判 这样子的性别找到的局限 可是她却是女性主义 准备了很好的主体环境 因为女人都已经有女性律师了 不是靠着妇女团体宣传 是靠着基金 靠着其他的媒体的方式 最终也提供了一大堆保卫家庭的积极主体 因为她虽然只有女性主义意识 可是她的关怀都在家庭上面 因此她在家庭的这个关注 可以在释放的时候被动员起来 捍卫家庭 好那下面的话我们要谈 除了这个家庭和家庭结构 女性意识平等以外 这个平等意识形态 还有一些内涵和作用的 女性理想家庭生活的意识形态 就是说夫妻是平等伴侣 这样说她是平等伴侣的时候 很多法律就得改了 因为要保障女性的权益 台湾的民法过去规定的话 妻子如果结婚以后的话 她的财产就是丈夫的 直接自动变成丈夫的 因为你也变成丈夫的 女贯夫姓 以夫家为居住场所 这是民法规定的 这个一直到了民国74年 1980年才开始 透过妇女团体的被动才改变了说 你人可以保有自己的财产 你婚前的财产 你可以宣告说这是我自己的 那么进入家庭就不会自动的 变成丈夫的实用权 所以你看保障女性的权益 而且你还可以提出其他的 像离婚的法律 要开始要 不能只能说 孩子那就应该归于夫家 因为要传送接代 不可以 有的时候要考虑 是不是要给女性 所以离婚的法律 也要有利于妻子的 要有各种善养配的措施 还有呢 当然 其中还包含了男性的性自治 也是这种空间的法律 相关的 都会出现 因为要平等啊 有趣的是这样一个追求平等的社会正义感 以女人来作为家庭跟相关厉害的一个道德仲裁 因此 原来对于平等办理这样一个内战于家庭的一个要求 可能就会滑向于说 既然是平等的 那我又没有外遇 所以你也不可以外遇 那个忠贞的要求 就变成一个强烈的道德这样子的义务了 然后呢 他还可以滑向于说 因为你不能 我都没聊 你也没聊 那么 因此 你对你自己的性要有限制 然后对于你的性向外易逃 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有强烈的反感 这样的反感会形成社会的控制 这样的反感到现在使得台湾的一个通奸 没有办法徒罪的话 但目前的通奸还是一个常常带着警察去抓的事情 一个道德的正义感 很容易可以滑向社会进化的一些措施 这个是值得我们现在非常非常重要关心的一个现象 因为现在很多很多的保守的行动 就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 测试 好 刚才讲性的社会控制不是在管自己的男人而已 不是在管自己的私利而已 还可以管别的 从十九世纪的例子里面看得出来 女性不但追求家庭之内 要有自治 要有自己管理自己 自己克制自己 她也会支持 发动去改变社会性道德的运动 因此 你会看到费成蔓延的运动 限酒禁酒的运动 禁止男性性骚扰的运动 都是女人作为最主要的支持和推动的人手 另外还有就是提高合法性行为的年龄 这个最后一项是最有趣的 就是这个性的控制和限制 直接的跳到下一代去 就是不是只是管自己男人而已 下面年轻人的全部都要管 这部分也在我们最近几年看的 新的有关于青少年的性的律法上 非常清楚看得出来 女人在这里面的统计 然后呢 我们近年来还会看到女性女的论述 还会扩大这个控制的能量 她不单单要控制性 她还要控制贪婪 竞争 侵略 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她觉得都是 那些问题 是男性气感相关的 这些暴力 这些战争 这些对环境的破坏 各位 听起来都是很正面的 很好的 可是都会形成一些控制管制 这个控制管制 像我刚才讲的 这个正义感很容易可以滑向 某一些社会进化的运动 例如像我觉得禁烟 就禁得是有点过度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好 暗力的加询化 因此 今天我讲的这个主题 Demestication of Eros 它的最主要的 不单是针对性这样的危险能量 它还会对社会的其他的危险能量 一起都要加以管制 所以对于性和社会 两方面的这种危险能量 因为这两种能量 其实都源自于 Eros 就我的看法 这两种危险能量都要控制 不是只有先进相关 社会里面 凡是不遵循主流家之设 各式各样自行其道的这些做法 都要管 所以可以看得到 理想家庭所诞生出来的这一个 对于管制的兴趣 对于想要掌控的空间 社会空间 社会行动的欲望和能量 是很扩大的 它不是只是管好自己的男人而已 而相应的 会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所看到的 已经出来了 就是在三面证里面 女性主义里面出现 一股很强的力量 叫State三面证 国家女性主义 90年代初期的时候 在台湾 刘玉秀教授提出来说 State三面证的时候 我们在旁边的人 下达都快掉了 怎么会是这样子 女性主义才刚刚开始 被用改造社会的运动 却有一堆人 最有兴趣就是进入政府 就是进去 然后参政主政 后来的女秀人 跟后来的参议人 都有把State 跟三面证的关联 做各自这样的诠释 State三面证就认为 女人应该大量进入政府 台湾目前的性别平等法 规定了 在政府里面 任何委员会 任意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就是保证各个层级委员会一定至少有三分之一 原来如果都是女人的话 至少有三分之一男人 原来如果都是男人的话 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女人 规定要有一定的比例 透过这样大量的女人 进入这个治国的管道里面 她希望能够把家庭改变 也把国家改变 把政府改变 让全世界达到和平的境界 已经看得到这个整个一整套的 改变改变改变 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走 希望能够让整个世界进入一个 消灭掉了所有的不法不循的状态 所以State三面证目前是很重要的 在全球各地都在推行一个东西 随着性别主流化的进展 因为性别主流化最主要的就是 检视各国的各种法律和政策 以表示他们要把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 而讲政策 讲法律 就绝对是讲国家 讲资源分类 绝对是讲国家 讲政府 所以这之后 State三面证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 与与与与与与的追求的一个目标 当然 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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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你们看香港最主要的在政府阶层操作的里面 多万倍就是这样子的名字 这里的名字当然是以梁克为主了 然后他的治理方式很重要的法治化 什么东西都立个法 在台湾过去的五年之内多了很多新的法律 而且都巨细名移的法律 而且每一个法律都很多条 然后这个过程都显得很清楚 对你们的细致 这个法律当中立法过程当中标达的 淋漓尽致 在那世界都想到 你知道我们的性招扰处理的情绪 摇一摇摇摇 在那个过程当中 每个人为了手那个条款都已经下得不得了 因为每一步都不能出插作 很可怕 好 在家庭的空间里面 刚才我讲到这个 这一圈那一圈讲到法治化 就是一大堆的法力出来 管管管管管管的很严格 可是下面我要讲的是说 实际上在家庭中间里面所进行的 爱遇的家庭的话 不是透过法律来进行的 也不是透过程制的什么要求来进行 事实上是透过很依陪的情感管理 情感治理 我这边喜欢用治理 这个governance 这个我很喜欢思考的东西 就是什么样民间的力量 跟政府结合在一起 然后做出来一些 让民间其他的人痛心的事情 这就是治理所做的事情 那我想下面要开始去讲 就是在家庭里面 情感治理怎么进行 就是那个 我题目上面讲的是说 爱遇的家庭话 爱遇的家庭话 不是用暴力来执行的 不是用法律来执行的 不是像反家暴法那样子 真正的爱遇的家庭话 不是透过反家暴法来进行的 它是透过另外一件 迂回的情感管理 下面我就要谈这些迂回的情感管理 大家好好地知考一下你家庭的东西 第一个 现代的家庭怎么来的 我们刚刚只是讲 他的size小家庭 合成家庭 是夫妻之间平等 亲子之间平等 可是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亲密 就是爱 所以两个人必须要是爱 才能结合的 现在他有很大的程度 也建立在这个个人选择之上 就是你自己选择了你的对象 大家不少还是知道 五四运动的人 在说青年人 曾经在中国文化里面 发动过家庭格力 什么家庭格力呢 就是结婚从前是 父母之命 美硕之言 可是当时的话 大家就举出爱情来说 只有真爱才是这结合的基础 那有买卖婚姻 买卖婚姻就是父母亲决定 没人来讲的 这种买卖婚姻是不民主的 是不现代的 我们要追求民主要现代 第一次我们要自己选择自己爱人 我们透过真爱 真爱相较于父母之言 太不等理了 我们真爱是真正的民协家庭的年卓计 所以个人选择 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 如果这年中你说 说父母亲帮我挑一个 不可思议 没有一个人不同意你这样做 当然就要自己选 也因为自己选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 以各种专家知识 会进来告诉你怎么选 现在关键很大程度上 是个人选择 那既然是个人选择 那就是你自己自愿进去的 你自己自愿进去的 那你就要遵守 这样一个自愿进去的 家庭结构里面 所以应该做的事情 是你自己选择 所以你就要自动自发的 符合这样一个家庭结构 所有的要求 今天你是结婚了 你甘意不要外遇了 不要把眼光投向别人了 那你到我家庭里面的话 你就应该 自己知道要这样做 不需要我提醒你 不需要我告诉你 都不可以 你自己要自我自立 你选择了 你决定了投入这样一个核心的 两人为主的家庭关系 你看西方结婚的试言里面 Do you promise to 一言算 像死人下手 然后不能外遇什么 都在这个里面 就是你承诺 你自己选择的 所以你自己选择 你就要自我克制 你就不能说 我没办法 现在的亲密关系也使得家庭 要以爱作为它最重要的核心 这个爱怎么样 怎么样在具体的结构上面 使得这个爱可能呢 除了刚才我们有说 婚姻是选择 就是我自己去选择 我所爱人的对象 另外的话 生意共识 也就是说不是像过去 一下子生出一大窝来 你现场的话 通常大家就说 两个孩子在家好 最多三个好了 孩子少了 父母亲的关注是比较集中的 这种生意的管控 其实会使得 核心家庭里面的情感成果 有更加的能力 这是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 就是过去大家庭的时候 谁管得着 我只单个小孩 我名字都叫不清楚 我还是很关心 每一个都有别 什么什么 不可能 而现在你只有一个 只有两个 哇 那样子又关注 就铺天盖地下来了 就 我觉得 其实家庭的子女多比较好 因为不要一天到我跟着我 但是共识 使得对子女的关怀 集中而强烈 就是这一个 而这一个 使掉爱不得了 你要知道古代 生下来就是一个小爱 就死一个正常 死两个正常的 死三个正常的 大家不会把死亡看得这么严重 可是现在的话 连受点伤 他将会不得了的事情 你看到那个 那个关注的集中 那么强烈 然后在这个家庭里面 要看重亲子平等 亲子平等的家庭多可爱 你看我可以生生父母亲做朋友 我很清楚地记着我 青少年的时候 我们的家庭版 复刊 报纸上有家庭版 家庭版就是告诉父母亲 应该怎样管教子女 怎样带领子女 然后等到我成年的时候 家庭版上面都说 父母亲要跟子女做朋友 什么做朋友 平等 家庭更可爱了 因为我有事情 我不要逃出去跟人家讲了 我要回家跟我爸妈讲 爸妈是我的朋友 这个理想在这里 着重亲子平等 着重两性平等 着重浪漫爱情 让这个家庭能够凝聚起来 这样的家是个可爱的家 你怎么可能还逃出去 这么可爱的 这么好的 这么充满了亲密感情 平等的家 你舍得出去吗 真是不可思议 因此 现代的核心家庭 这种建立在亲密 平等上的家庭 事实上比传统的 所谓的家庭 传统家庭人类的亲密 有着更强的 旗感的投入 旗感的成分 也有更强 更紧密的亲密 粘在一起 使你如果要脱逃 会更不好意思 这个才是重点 就是你会觉得说 这个家庭都这么好了 我怎么还万一呢 你要自己要有惭愧的心 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内涵 会使得整个家庭内部的成员 把你给影响 例如父母亲发现 你是从训练的时候 他会说 我哪一点对你不好 我哪一点讲的不好 你为什么要学着我们的训练呢 然后你就发觉 讲不出来的话 因为 他有关系我 他怎么关系我 那你关心我 他说 我就从训练了 如果说 他是一个高压的父母 听到我从训练把我 痛打一阵 我立马出走 因为他打我呗 他打了我 对我不好 我就走了 可是他就是 你这一帮内脸看着 对我必须的关心 关怀 你知道 你想要走 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他还没做过足够的恶事 以至为有理解 不去走 这就是亲密关系的那个斑铁 你知道 亲密关系的一种斑铁 滚住的状态 正是在一种柔情的 温柔的这种东西之内 而指责 亲密关系的强制力 得以执行 而这个强制力是说不出来的 就是你没有办法 手指头指说 他做的这件事情在我身上 有你不满 没有 他是这么的爱你 以至于完全无力上去 好 这个亲密还有另外一种层次 这个层次就是 目前的话 比如说父亲俩关系不好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要去看一个婚姻辅导 然后婚姻辅导就会告诉你说 亲密关系 家庭关系 夫妻关系 需要精明的 各位懂 什么是精明吧 就是他们就work on it 你要投入 你要花时间 你要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现在家庭 这个亲密关系 因为是建立在 两个个人的情感关系上 因为他们感到爱就结合 不是因为别的理由 就是因为爱而结合 那么双方就必须要建立起责任来 紧密的情感人结 所以两个人如果不爱 那你们家庭干什么呢 就不离婚 所以爱 要用这个爱自信的升温 因此 有钱人家要送花 有时候没吃 估计还会到宫馆去 都给房子一下 有一点这种不一样的状态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希望我这个 心理关系的火还继续的烧 温度还继续的高 相应的对这样一个亲密关系的责任 我必须要担忽起来 所以这个关系 就不再是像同学 结婚 那就喝做喝的事情 早上起来我健身去上班 再来喝做家里的事情 没有什么其他的投入 只有实质的工作而已 可是健身好不行 现在有情感 上班以前 一定要送到门口 最好在他口袋里面 放一张小布条 接下来摸闲的时候 他们说 哎呀有人关心我 你知道吗 你这样把家庭的亲密关系维持在某种温度上 你要做很多事情 也不能忘记各种重要的日期 不能忘记各种重要的事件 这亲密关系能为维持那个温度的非常重要的一些 一些动作 在这种条件之下 你不能像过去一样 不一定男人好像想说 我赚钱啊 赚钱我钱都拿回来养家啊 这样我就尽了我的责任了 复不复 尽在男人不能这样 现在男人除了那个 paycheck 要拿回来之外 还要再做其他的事 你有这边举的例子 台湾曾经在九一年代 还发动一个运动 叫做爸爸回家吃晚饭运动 意思就是常常 爸爸在外面运筹 就是没有回家 所以当时就发动一个 想要改变这个男人运筹文化的运动 意思叫做爸爸回家吃晚饭 意思是什么 就叫爸爸 不能只是上班在前而已 不能只是回家而已 他要回家吃晚饭 他有那个全家聚集在一起的心理场合 要有那样子的头颅才行 通过的时候 虽然很累 还是要大孩子去第一次女生走 或者去堂平坐坐 要睡一两个月 然后还要学习 爸爸还要学习怎么样 你孩子亲近 临时专家也学了很多东西 说爸爸怎么样 你孩子亲近 可以做以下事情 再来这样 有没有看到 整个社会的专家论述 都在使得亲近关系的广固 要建立在 这个家庭成员里 每个人都要投入 每个人都要付上 那个情感的劳动 和情感的代价 才能够使得 这个家庭的 那个连着记 继续维持在连着的状态当中 也因为大家都在投入 投入 投入 没有空 到外面去了 没有空 没有能量 站到外面去 每天都在家里面 你能发展什么万一呢 那当然是你 不知道 往后可以做事情的人 才会讲这样的话 好 那爱意的这个危险能量 当然可以透露这些措施 局限在家庭当中 局限而已 家庭的内部 当然也相应的 有一个质变 夫妻之间的那个 现在经历关系的话 夫妻上过去说 结了婚了嘛 就在一起了 夫妻两个就这样了 不是 现在的话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责任 也许过去 夫妻在一起 他们各自要进入意义 要彼此 照顾家庭 要养彼殖民 可是现在有各种的责任 责任比义务要大 责任的话 这边你要投注 你要放很多的心力在上面 但是 因为你投注 因为你有更大的 情感放在里面 现代家庭的张力 和震荡就更大 因为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 他说的是爱与结合 他万一两个人没有爱的时候 往往就会说 分离了 就不像从前 从前就说 结婚了嘛 就赖在一块吧 所以过去很少 知道离婚 不是过去夫妻感情很好 可是过去 夫妻对于亲密关系 是什么希望呢 第一 就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的话 亲密关系 我都没有的期望 然后如果说这个人 老是不跟我讲 他爱我 已经两年都要讲了 我就觉得说 这个亲密关系也出问题了 是不是 怎样怎样怎样 你知道吧 这期望很高的时候 对于投入 有相应的希望对方回馈 而对方没有回馈到 一定的分量的时候 那双方就会开始有张力 一开始有紧张的状态 一旦有通如 没有爱就可能分 而且不但只是夫妻的这一分 亲子之间也因为这个情感的投入 而有更大的张力 因为母亲这么爱 这么照顾 照顾到什么事情 因为是最难的孩子 你所有的事情他都要照顾 像我有学生 出门 所有的行李都是母亲打的 他所有的衣服母亲买的 他想到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不行 因为母亲就说 我照顾你啊 我敬你啊 你可以去读书 然后这个投入就成为你一个 没有办法挣脱的一个软性的王 然后也会形成这些子女 心中即便有很多很多的不满 可是因为母亲实在是含心如苦啊 你也没办法表达 心里面各种纠结 会更大更大的强烈起来 当然会有恶果的 你回头去看亲子关系 你会发现前现代的话 或者刚进入现代的妇女 他忙碌于劳动 他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投入在子女身上 如果你回头去看 上层阶级下层阶级 怎么对待子女 在我们现代的话 是个名词叫做 是落室儿童 他其实没有没有时间照顾小孩 不像我们现在 台湾还有法律就是 如果你把小孩子放在家里面 自己出去的话 这就有办法 自己招心关的 可是你知道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妈常去出去 没什么 好像家里面也没有妈妈想象 有现在的妈妈想象 有众多的危险 因为我们很想就已经知道 怎么去照顾自己 因为我们变过一次就知道 切过一次就知道 就学会了很多事情 或是知道怎么照顾自己 比方现在的话 觉得妈妈很紧张 随时随时就要守到孩子旁边 如果你过去的年代 那种对待子女的方式 真的就是疏忽漠视儿童 因为没有陪她 没有晚上她读故事来听 没有教育她 教她任性的一些的 多半就是放到铁里去养 跟她去玩玩玩 到吃晚饭时间回家了 就这样子而已 就现在的尺寸来看的时候 她真的是漠视儿童 而现在的这种理想家庭生活的想象 其实创造出来一个新的母子 这个母子虽然 不单是要照顾孩子 她还要有感情投入 还有各式各样的养育的措施 教导的措施 我要确定她会钢琴 会英文 会这个会那个 到了几岁就会讲话 到了几岁就会做怎样的事 所有事情我都很清楚 很知道 这个现代意义的儿童 童年也在这个时候诞生了 你知道从前的话 从人的孩子找当家 你几岁 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会永远照顾全家的事情 因为你很小的时候 你没有被当成孩子对待 你就被当成一个家庭的神员看待 你就该做的事 洗碗去买草地 照顾谁做什么事情 到桌地去买酱油 你没有被当成孩子的时候 你就不是个孩子 你很多事情都会做 可是现在的话 因为母亲照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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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都令她觉得危险 觉得不安全 你永远被放在一个儿童的状态 而且我们这个儿童的年龄 一直在往上升 现在的话 联合国已经规定18岁以下都是儿童的 你们去看一下18岁的人是儿童吗 对不对 到屯门 我们建筑沙丁生的去看一下 12岁开始的时候 已经完全没有儿童的样子了 很多时候 母职的延续和强化 正强化了童年 强化了儿童 从一个不立的位置 强化了儿童 永远要被矮化 被照顾 被被控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在这边要提出来 就是母职跟童年 几乎是同时诞生的 当你确立了母亲的职位的时候 这个孩子就被降到了一个童年的位置上面 这两个东西是同时诞生的 而在我们今夜 很多的女人强调母职 回到母职的这个状态之下 儿童是不会有好下场 因为他们相应的要被这些母职笼罩 要被照顾 要被看守 这个笼罩和看守 可能有各自这样的形态 好 以上所说的是 母职啊 家庭理想啊 平等啊 儿少的这个关怀啊 基本上来自于基督教为根源的 西方道德保守意识形态 他们现在已经逐步的建立够了 理想的家庭生活世界 母职中生的性道德 童年儿童关系 全部都就位 整套的意识形态 把中间阶级的婚姻家庭价值 跟儿童关 透过立法 加速于下层阶级 台湾就很清楚了 这是这样的性 防止性暴力的法律 与防止儿少性暴力的法律 儿少福利 很权益 条例 这些法律 通通就位了 已经告诉你了 我们要怎样对待儿童 我们要怎样对待男女之间的事情 透过性别主流化的整个趋势 推动这样一个法律扩散 从中央国家一直到第三世界的国家 透过帝国主义和执行主义 在第三世界复制出来很多代言 我们最近台湾就出现很多女性主义者 从前我们还不知道她是女性主义 但她是哪都是 然后她就常常出来以后 她说我们很忙啊 我们要参加很多的委员会 我们很忙啊 我们要参加很多的委员会 其实表示了就是少数的一些人 在很多委员会上面 立即 她们代表所有的女人去决定政策 我有的时候也会想 我以前呢 怎么没有人来找我去委员会啊 当然是不会的啦 这种保护富佑 延续着理想家庭 延续着母子 延续着儿童 延续着平等 发展出来的这个保护富佑的话语 以一个是这样社会进化 社会监督社会控制的 这种管制性的法律 都在助长国家的家长保护主义 因为State government 做了很重要的事情什么 就是凡是诉求国家 你有什么社会问题 我们说国家 你要立个政策 要做什么什么 你觉得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说国家 你要把那个资源放出来 以便我们可以做什么什么 这样的事情 所有的眼睛都看着国家 所有的手都向着国家 向国家需要 而在像台湾这样的 新兴民主体制当中 像国家要还不算太难 特别是如果你有 选票的影响力的话 你像国家要 国家就会想说 哎呀我要你的选票 所以我赶快给你 所以在第四个演讲的时候 我就会去谈 NGO如何去 目前去分赃国家的资源 然后国家怎么样 透过NGO来形成一个好的 他觉得可以掌控局势的 治理的形势 这个人都知道 必须有点讲 对 我都常常预告 好 新兴民主化 我刚刚一直在讲 我说在家庭之内的话 是强热性 看不见的 他只是有一个 慕名的 其满压力在一个地方 夫和亲都有极大的责任 孩子没有养好吗 父亲要负责任 目前的儿童 律以权益法律是规定 就是儿童如果接触了 不当的材料 或者gain 或者什么之类的话 父母亲要负责任的 儿童如果走进了 例如大不少夜总会 旁边经过的话 就只有父母亲要负责任的 所以看到父母亲 开始有很大很大的责任在 不但父母亲 邻近的社区里面的里长 什么这些都有责任 里长如果发觉 我上次有提到 青少年如果有不当的行为 或者逆于寻常的行为 里长要通报 那就处接几堂 好 经营你的家庭变成非常重要 而你经营你就投入 你投入的话 因为有平等原则 所以就希望对方要平等投入 不是就我投入 我投入这么多 你们要投入 所以女性主义 九亿年代 就是排到女性主义 很流行 就是算家事 就家事时间 我们去做一个统计 这个家庭里面 一个礼拜做几小时 亲一个礼拜做几小时 然后一算出来 那个数字 哇 差很多 我们就说性格不平等 所以家事分担 会成一个重要的问题 女性主义来推 而且以后的话 还有当时还有人去提说 我们要家务有体制 也就是说做家务的话 那是要有钱的 就算一下 如果你要顾一个外用 做这个做这个 大概要花多少钱 所以我那个态度 没有出去做事的话 那你就要给我多少钱 才可以愿意做 就发现那个盘算 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要去看 因为零等 所以我们两个投入 要投入的一样 因为要确定 所以我们两个是不是投入的一样 所以我要逃长算 我要算之后 你做了多少 你昨天洗碗的时候 只有两个碗 我今天洗的时候 因为客人就比较多 所以我们两个要想要算 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我等一下会继续再讲 好 这个以平等为主的民主化 很有意思 民主化 亲密关系的民主化 意思除了平等 另外应该还有自己的 对吧 亲密关系 民主是什么意思 民主最重要的原则就是 自由平等 那怎么会说讲平等 不讲自由呢 一对一应该是 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间吧 可是 中产的男家妇女在讲 亲密关系的民主化的时候 谁会讲平等 不会讲自由的 那样子这个平等 就会变成理解 平等是什么 就是一对一 我不外遇 你就不外遇 我只有你 而你也支持 就只有我 我投入这么多时间 你也要投入这么多时间 那一对一的平等 这件非常僵化的工序在算 而所有的 易于平常的 不是主流的东西 都不可思议 不单单在我自己家里 不可思议 在这个社会上 也不可思议 当这个社会上 有人说 哎 我是一个sm 所有良家妇女都靠起来了 哇 你也不平等 一定是你虐待她的 什么 就没有反告 今天那个女的 是王后 好 这个就以后再讲了 因为今天是没有通常 系列多年 只能到自己说 良父的理想家庭想象 和情侣想象 是必然的排除 一切不寻常的问题 跨性别 不行 同性别 不行 但是他们不可想象 就是这样的 你现在想不到的信仰数 对他来讲都是 绝对同不下的 因为 他没有符合他心目中想象 那个一对一 平等人者 那一对一的平等人者 对他来讲就是 一对一意见面 然后大家投入的一样多 就这样子 不可能有别的行举 我刚才讲 我说 如果是真正的 亲密关系的民主化 那应该有他那个 自由的那个成分 自由结合 本来就是现在亲密关系 很重要的源头 那也就是说 平等的人 自由的 必结婚约 结婚 照这个原则的话 当然应该是 可以不限于一对一嘛 就是 只要是我们双方个人同意 我们可以有三人家庭 我们可以四人家庭 只要我们同意 我们成人之间同意 那就可以啊 如果这一对夫妻 跟这一对夫妻 这一对爱女生 这一对爱女 他们决定说 我们要一起生活 或者我们要交换代理生活 那也应该是可以嘛 因为 亲密关系的民主化 除了平等之外 这个平等之内 还包含了那个浮游 可以做自由选择 你怎么可以说 我就只有自由选择 进入枷锁而已 实际上它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自由 可以是所有人的自由结合 而且 也应该不限于核心家庭嘛 可以 会extended family 可能是比较大的家庭 可能有群体一起 住在一起 也使用两个Gate 跟两个Less 住在一起 之类的 可能有更多的 不同样的安排 像现在的话 在最小数的群体当中 或者是新拼血的讲法 过去的拼血 就是 异性恋 然后他们的选女 等等 那个 可是现在的 拼血的话 它可能是 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 或者有多人结合的 这种拼血的状态 这种心有关系的状态 不管怎么样 过去我们所想象的 那种年生的家庭 那种 一对一 一心念的这个家庭 都没有理由 被继续特权化 应该有一定的 自由的程度 毕竟 自由平等 就是自由平等 应该不打折扣的嘛 从这个理论来讲的话 现在我们听到很多人在谈同性婚姻 同性代理的这个家庭 也应该 不是 只于 取代传统一心念婚姻家庭 或者 复制 传统一心念婚姻家庭的模式而已 如果要谈新的婚姻情治 就必须要创造 现代心理关系的真正的民主化 容许人们 真正自由平等的 缔结各种 契约的关系 自由结合 你说 我不能忍受 我就是要一对一 好啦 一对一嘛 要让别人 别人有 他们自己决定要怎么样结合 你法律位都可以开这一个门 你说 不行 这样天地就会乱了 只要有多一个选择的话天地就会乱了 怎么会呢 你还在一对一里面吗 还有很多人会在一对一里面 天地是不会乱的 你们社会中间还存在 但是你总要有别人 可以有他的选择吧 如果今天要谈新的关系的民主化 自由和平等 是不可或缺的 而且不同的客户之间 你应该享有平等的生命权利 你相信一对一 他相信单人行 他为什么不可以做他的决定呢 你管你家就好啊 你所限制别人呢 在法律上来讲 我们应该有平等的权利 自由的选择 不能因为你的道德观 而限制我的选择 这样的亲密关系的话 其实也不介于性爱 刚才举个例子 好像都是性爱似的 可是事实上家庭 是有各种不一样的 一直的存在形式 很多人可以共同活在一起 形成他们新的家庭状态 例如可能有一个八十岁子 跟一个十岁子在一起 那你可能说 挂代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有很多人就会讲这个那个 可是事实上 那有怎样呢 他们愿意啊 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 组成一个生活单位的这个关系 人们为什么不可以自己选择 这种单位 这种共同生活单位 也不限于趋于正常的单位而已 很多时候有一些 你想象不到的 你绝对不可以想象的 不可以接受的这种异常 像有的时候 也许上一辈跟下一辈 例如我儿子去世了 公公跟媳妇在一起 现在被视为大罪 可是如果他们两个 愿意的话 到底是触犯了什么样的 事情 不能够在一起的 亲密关系的民主化 难道只是规定 一对一意义恋成为唯一 而最好的选择吗 亲密关系的民主化 跟民主 到底能够民主到什么样的程度 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是 在亲密关系民主化的过程当中 有平等 因为如果真正是有敏感的话 应该可以尊重差异 个别的亲密关系之内 因为如果他们自己要容纳 多佩偶 外遇 小三 或者赖英调记 他们自己可以做出决定 可是 我们伟大的苹果日报 就会带他们 保守团体去拍去报 然后把他们的关系 抓出来 让全民攻省 如果有自由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 个别的关系里面 他愿意容纳多佩偶 他愿意容纳小三 他愿意容纳 赖英调乡 所以你为什么要剥夺他的权力 你这样全部把 娼妓背掉 你就是剥夺的人 赖英调乡 选择了 不过 主流的亲密关系民主化 在批探这一类型的关系的时候 通常都会说 这违反了党性平等 因为对他来讲 如果有多佩偶的话 男人一定占便宜 如果是外衣的话 男人一定是出抢的 如果是小三的话 一定是你的 引诱我那个 入侯班的老公 卖银调乡的话 一定是女人在一个 不利他的两性体制之下 所以他必须要卖银 调乡的话 一定都是男人去调 没有女人有任何的需求 你可以看得到 现在在亲密关系民主化 在女性体制之下 所有这一些 异于寻常 或者非主流的心理关系 通通被放在 两性不平等框架之下 加以平态 他都可以套上 两性不平等 因为对他来讲 男女两性就是不平等 因此 只有我们两个 那个一对一的 平等关系是真平等的 其他的 凡是跟我们一对一 心理关系不一样的关系 的话一定都是不平等的 是现在的这个 女性主义所讲的平等观 变成了巩固 一对一一心念的 最佳说辞 因为其他的通通是不符合的 其他都不可能 只有任何几等原则的 好 那我现在要回到 讲到刚才那个盘算 就是家事 我们也要算一算 谁做的少 然后我们庆祝生日的时候 我们要算一算 你送的礼物 和我送的礼物有什么样的区别 你在家里待多久 我在家里待多久 你跟孩子的时间有多久 我跟孩子的时间有多久 在平等这个理念之下 其实就亲密关系来讲 往往很快就滑上去去想 那个平等的交换和交易 而这样子一个滑向 平等的交换和交易 最好的这个趋势 其实跟我们作为的氛围有关 因为我们就活在一个 以交换和交易 为最主要日常活动的 这个主要市场经济环境之内 换句话说 我们周围的这个大环境 都是盘算的 都是算的 然后哪一家最便宜 然后哪一家再减价 哪一家有打折 我们一定很习惯性的盘算的思考 这样盘算的思考 即使是你建立一个 充满温情的亲密关系的环境 我们在那环境里面还会算 我们透过那个算来理解平等 我们透过那个算来了解 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真的很平等 因此这个市场经济的 整体生活耐弱 其实支撑了 我们在经济关系里去算 而由于我们现在有 越来越强的一个平等的 这种权力意识 那我们就要确保 我们两个经济关系之内 是公平的交换 因此我们要随时检查 而且如果我们有意见开议的话 我们要随时协商 我们如果有 你有自己有什么选择的话 你一定要告诉我 今天你要到谁地方去 一定要知会我 你不告诉我的话就能成立 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们俩这么亲密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一定要知道你的行动 我一定要知道你手机简讯给谁的 我一定要知道那个刚才打了 然后你接了 然后秘密讲话的 那个电话是谁的 所以您发觉在亲密关系平准化的 平等化的过程当中 因着周遭环境对于平等的一个非常僵化的 非常质事的 非常盘算的一个理解 会使得在亲密关系当中越来越算 越来越斟 精进计较 好 又加了出几义 又安摘万一 表示重点 我认为 在现代的亲密关系当中 有越来越强的政治意识 这个政治意识就是平等能力 我要所平等能力 我要跟他一样 我们两个要投入一样 你有一个政治意识 同时这个政治意识 相应的有一个精进意识 就是要最早 我今天投入这么多 你也投入这么多 我没有外遇 你也没外遇 这个方法 这样的一个政治意识 这样一个经济意识 同时存在在现代亲密关系当中 这也是现代的亲密关系 比过去的亲密关系更为现代 最重要的原则 到底亲密关系 现代的跟过去的有什么都太一样呢 就是现代亲密关系当中充斥着 这样一个政治意识要求平等 这样一个经济意识要求对等 我多少你就多少 这个是现代亲密关系 不可否认的重要层面 好 那这样的一个政治意识 和经济意识的话 其实不断的去掏空亲密关系当中 一些传统的东西 比方说习俗的习惯 我们习惯夫妻就应该怎样相处 过去传统的夫妻要怎样相处 现在这个越来越淡 传统的义务的 到了什么时候就要做什么样的事 这种结婚就应该生小孩 就应该生什么什么什么 就应该跟夫家的什么关系 娘家什么的 这个东西慢慢在淡化当中 而且过去的话 亲密关系是性别化的 男人女做不一样的事 不一样的角色 现在这个慢慢在淡化当中 而且过去的话亲密关系很少反思 男女女夫妻 就应该这样 父亲跟孩子这些关系 就应该这样 过去是这样的 习俗的 习惯的 传统的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亲密情绪 就是说过去的夫妻 其实没有太谈什么 爱爱爱 亲密亲密 没有就是夫妻一结合 就活在一起了 现在的话 我们要求要有很强的亲密情绪 在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 要有情感的感觉 要有那种日幼心狗肉心的感觉 要有一种觉得我们俩还在爱的感觉 没有那个情绪 那就老了 那就没有我们的亲密关系了 而且同时 有很发达的 克制自我 压抑自我 彼此互动 要求解释反算 因此 在这样亲密关系当中 很常做的事情 就是沟通 同学的话 做夫妻 就吃饭 跟大夫小孩 上床睡觉 现在夫妻的话 吃完饭以后 我们坐下来谈谈 我跟你沟通一下 我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来讲一下 这种沟通 沟通是什么 在这样一个亲密关系当中 因为我彼此解释 彼此谈算 所以这种沟通 变成交心的时间 交代 你要讲 你有什么感觉 我们经过了这一年后 你的感觉怎么样 你要常常verbalize 你的emotions 你的感受 常常跟我沟通 有沟通 我才知道你在哪里 你心灵在什么 所在 什么状态 沟通变成一个 在现在亲密关系当中 经常要发生 而且一定要发生的 关系 你如果不跟我沟通 你的闷着头在那边 不讲 我就说你没诚意 你没有投入经营 我们的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 就是你要跟我讲 情感在共同当中 其实被管理化 被语言化 管理化就是 你的情感状态 不是说你从前说 你爱我就可以了 现在还要去解验 这个爱的品质 这个爱的具体的做法 被语言化要说 你要说 当然这个verbalize的这个形象 其实蛮早 让他浪漫爱 开始出现的时候 就有这种形象 就是女人常会要求男人说 你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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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很想问 男人没空 那女人的话就是你爱我吗 确定确定 你一定要verbalize 你要说 你说出来以后才确定 你如果没有说 怎么行呢 我告诉女人 我从前有个男朋友 他就是那种梦骂型的 他就会说的 就很痛苦 我就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就说 在哪里 对我是怎样 你一定要说出来才可以 我从那时候开始知道说 不要打算 我没有办法恕而出 这个我只在想什么 或者在干嘛 表现多的比较好 其实也不是很好的事 很美 好 情感在高峰当中 情感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感觉 不再是一个不用讲心意相通的状态 很多时候情感需要被管理化 被语言化 被抽象化 要讲我们到达什么状态 所以很多专家都会告诉你说 情感目前有四种不同的状态 你在哪一种做几个体验 你会知道你是哪一种 有各种抽象化 特体化 还有就是疗愈化 就是情感方面 你还要需要知道说 哎呀我生病了 我这个情感有毛病 我要用什么方法去安抚自己 好像自己能够活过来 要去读什么书 要去唱什么歌 去看什么电影 尽量化 那就更是要处来处去的 所有的专家都在帮忙我们做这一样事情 就是情感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感觉 情感会变成一个很tangible的 可以被calculate 可以被算 可以被说 可以被准确的了解 而且准确的描述 情感变成一个 因为我们共同以以言和行为 不断的要去经营 要去打造 让我们彼此 确认自己所在的 这样一个活动 情感的度量化 就在这里 而沟通永无止境 因为你是不断去想 不断去说 现在心理关系的魔幻 就是要充分沟通 什么是充分沟通 各位看到这四个字 什么是充分的沟通 其实是不可能充分的 因为总可以再讲 还可以继续讲 你如果还没有两层沟通的情况 就不要两层 充分的沟通 你老师一直要讲 一直要讲 一直要讲 要讲到清清楚楚 这样的一个沟通 就令我想起来 我孙长在一个未全的家庭 我小的时候最怕的事情 就是我爸爸 吃完晚餐以后 快要叫我的名字 然后说 来 我跟你讲话 所以当爸爸很没错 说某某人 来 我有话要跟你讲 很可怕 你又不知道又出了什么差 又有什么问题了 现在的亲密情感当中 常常出现这种状况 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 很久不久聊了 很久不久 很久不久 你们上班上门 都累个钥匙 都跟客户讲了很多话 很希望回到家里 后会不要讲话 不行 我们来讲一讲 我们来说一说 而且那个要求 你怎么能拒绝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精灵感情的方式 你知道吗 情感压力在这个时候 继续的 凝聚起来 心理关系 有的时候 会有些人来有的情绪 这个很重要 有的时候 我不是不爱你 我也不是跟你有什么问题 我就是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事情 就使得我有一些情绪 但你说我在家里面堵着一个脸 你就说 你不爱我了 我还要说明 还要去解释 连我都不知道 这个没来游的情绪 从哪里来 我怎么跟你解释 我的情绪从哪里来 可是在沟通之原则下 在充分沟通之理想下 我还得要说一套东西 让你知道我的状态是什么 这种没来游的情绪 有的时候 在心理关系中 可以容许 可是 往往就会说 那你要理解 你为什么就有这样子的信息 来分析 我已经不希望要谈 可是还是要谈 还是要讲 因为我们要认识理解 我们要认识理解 我们要认识理解 这种 所有的情绪 所有的东西 都要变成manageable的 这是心理关系当中 很可怕的一个力量 即使是情绪 都要manageable 我们要知道彼此的状态 我们要知道彼此的位置 我们知道 我们到底是怎样的 而且要verbalize 说清楚 在这里 心理关系的沟通模式 目前其实很清楚的是情绪管理 作为最基本模式 是怎样能够了解你的状态 掌握你的状态 而且把它说出来是怎样的状态 说完了以后 就觉得好像我知道了 可是我还想多知道一点 而这样子的沟通 认识管理 最终的价值取向 其实只要确保 我个人的权利 按公平交换 在这个亲密观众中 不是我一个人付出而已 你也有付出 刚才这个沟通 让我知道了 你也有付出 我心安一点点 你接下来 因为你不确定 你就是一直想要 情绪趋向了重量谈论 管理 你要管理好 你要知道你家里的状态 这个管理成为了个人的责任和应用 美满的家庭 因此执行了社会 这一集情感和价值观的在生产 过去我们常常听到 一个美好的家庭 因为有社会的再生产 因为再生产就是适合的主体 适合的社会的需要 先进去再生产 我是有权人 李嘉诚 我养一个孩子 最好他也是李嘉诚 可以继续维持我的亡果 价值观的再生产 我们常常说父母亲教导 而女的价值观 有一个比较不堂讲 而我现在希望产生 就是情感的再生产 就是事实上 在意识念小家庭 心理观当中 是在生产某一种情感主体 这样的情感主体 也是很关心家庭的 是很关心心理观系的 是要彼此互相不断地 解验解释 想要了解对方的情感状态 我们两个之间 在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子的一个 情感结构的主体 这样一个 容不得任何一粒沙子 我希望能够一对一 彼此忠诚 我投入一样多 你也投入一样多 这样子一个情感结构的 在生产主体 这是我觉得目前没有在家里想做的 平等主义的这个加持的意识形态 因此它是鼓励 投入奉献 也期待 能够回馈 彼此之间形成相互的牵制 这种平等的意识形态 到最后变成了牵制 这是我在这里面挺想要指出来的 就是那个平等 那样一个民主化的状态 其实应该是一个自由的 更自在的亲密关系 可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亲密关系 却是finding的 是让人没有办法挣脱的 凝聚在一起的 彼此之间有非常大的相互牵制的 监督 看守 确定 你是投入跟我一样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些强烈的爱家的人 那个爱家 不是一个很正义的情感 相反 这个爱家的男人女人 往往彼此相互要求 严厉的要求 然后你如果投入都不够 他有严厉的义愤 所以你生气 为什么没有投入 而且他会去排除 惩罚各式各样 他觉得偏差的行为 因为这个偏差的行为 就可能使得 我这个加持人的人低于 外面有可能性 那里面的话就会觉得 这没有可能性 那应该跟那个一样 情感和态度和想法和关系 和行为方面都受到 严厉的要求和监控 排起各种偏差的形式 家庭因此已经改变了 心理关系中充斥着 目前我们对平等的理解 也就是计算度量 各种感性与性混在派往之内 心理关系主化 形成爱意的家庭化 现在形成了对于背叛 对于外意 对于小三 非常严峻的刺客 这个苹果也有功劳 因为这种 劈腿的事情出现的时候 苹果都用很大的标题去发表 其实是强化了 对于小三的这种 对于这种情趣 所以有趣的是说 既然有这么大的小三情绪 那就表示说 小三人本来不少 可是你发觉 索罗维一做什么事情 就是它永远只代表 小二的位置 来讲小三的事情 很少从小三的角度来看 所以一旦网络上 出现了一个小三论坛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哇 这个小三怕我嚣张 他们没有嚣张 他们只是讲 从他们立场讲 这跟小二的嚣张是一样的 好 在心力关系民主化的操作之下 其实情感反应会越来越趋势严厉化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 就是心力关系的民主化 按理说应该诞生出来一些 更liberal的 更开阔的 更厚道的 更能够包容差异的主体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三反 它养出来一些更会盘算 更严厉要求 更以平等的原则 将话理解心理关系的人 这一种重体也使得 情感反应地区严厉化 从前的话 要是出轨 不会寻始寻始终活 现在的话 不得了 马上 把他也杀了 性开放的年代很有趣 就是这个在台湾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心工作的政策 抛向 强调 抛向 有一个松弛的做法 就是可以容许成立这个区 可以让心工作存在 当然到面前的见识是说是没有专区 也就是心工作仍然全面非法化 因为没有专区存在 没有现实政府干 非那个性能移居成立 但是你在至少在法条上面看起来 大家好像有一点点宽松 就是可以容许去心工作 以某种受到网制管理的形式来存在 但是重要的是说 他们所看到和想象的心工作 其实都是某种特别的形态 也就是地下的阶层所需要的 像一些单身的男性 残障的男性 有其他困难和问题的男性 在求偶市场上条件不加之男性 我们的性工作权的团体 也是以这一类型的团体来诉求法条 能够开出一些空间 因此后来法条开出一些空间 可是想象其实不是中产阶级的交费 上层阶级消费就不用管它了 很高有钱 中产阶级的消费的话 因为目前在新三号年 在新一部需要找性工作 就在外面或其他的方式 或找一些小三 或者一夜情都可以解决 因此对中产阶级来讲 性工作不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但对于下层来讲 也只必要 也只我觉得此刻在台湾看到 对性工作法律规条的某一种看似宽松 其实是反映了阶级考量的 围绕圣受当代亲密关系的话语和情感 是温暖的 是支持的 是投入的 是平等的 是牺牲奉献的 这使得它其中所包含的压抑 其中包含的规范和控制很难上去 我在刚才已经举过一句了 爸妈这么爱你 你怎么还可以违反他们的主意呢 威权高压容易产生反叛结底 但是坐落在情感政治核心 被包围在现在心理关系民主化中间的这个主体 有血缘有爱情有家庭 它的自主 如果你才是一心意义要出去 自主会被视为独行 抗拒会被视为独行 在你周围其实有情感压力 使得你不敢造次 你没有自己的空间 好 最后要讲的是 我认为这个平等主义 是自分主义所隐含的假设和运许 自分主义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有平等的权利在市场上的交易 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 平等是一个资本主义精神里面非常稀采的东西 但是心理关系的现实当中 是不是能够真实实现绝对的平等呢 不太可能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还带着我们这个社会上的 很多很多的不平等 进入这个心理关系当中 你在这个心理关系当中要求 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还是有我们社会调教理的 比方说我还是很怕伤狼啊 或者我很怕老鼠啊 或者我遇到这脑子不会啊 或者不会修电箱啊 还有很多性别上的不平等的东西 带着进入这个关系 可是在这个关系里面却又强烈的要求 黑等 这个中间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平等 慢慢的累积起来 可是有不平等的时候呢 那我们作为文明化的现在心理关系组体 我们是不能在家随便吵架的 我要温和而文明而有理的跟你说 我们来沟通一下 然后这个沟通的话 往往也就不是你太成功 但是这个问题 比方说我看到你做一件民族事情 我实在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应该做 可是作为文明主角是不能跟你讲的 总跟你讲是你做的事情恶心 不太能够直接跟你讲 因为不能伤害你口的自尊 那我就压下来放在里面 放了放了放了有不断的很多很多的不平等 很多很多的不满意的状态 慢慢的在累积 个人亲密关系中 渗透者无数的社会不平等 没有办法由个人在亲密关系中 減然去消灭 而这种不平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积累 亲密的文明性 确实的它不能够充足爆发 你投入很多你期待回归的主体 因此对于依然和质感就应该是什么状态 平等平等平等 可是实际状态有很多很多没有办法 尽不仁义的状况和安排 往往有失落感 而且这个失落感会很强 因为这个失落感很强 当你失落感很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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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很强的怨分 对于这个状况的不满 如果不常说 我身上不虽然没有外意 可是他常常看别人 我虽然有小不满可是还没有发发证据 然后心里面会有小小的不安 小小的不爽 然后突然发现有人闭嘴的新闻 在苹果就马上出来 因此我的义愤也会出发 不要打死他 为什么呢 因为我原来这种累积 莫名其妙的情绪是针对某种状态的 而任何一个具体会出现的时候 我就会跳出来 在台湾我认为民粹的义愤 一件事情出来以后 你打给网友上网友就站 站什么 站把他杀死 所以要他怎样怎样 很强烈很强烈的情绪 我这一系列的四个演讲 其实说讲那个情绪从哪里来 那种透过信息记忆被禁止以后所形成的压抑 透过在这样亲密平等的关系当中 被压抑掉一些自我的宣泄 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们现在正在享受它的恶果 星期的灭亡我上离拜讲到是以修路为主要的 就是你今天玩一玩 然后拍了一些照片在网络上面 然后就有一些人 苹果就一爆 爆了以后你就活不下去 因为那个私密的游玩的这个东西 被爆到这个工作场面当中 透过修路来操作 然后强势的要求你一分身的人去收敛 以后不要再在家玩金嘴啊 等爆啊 各式各样的那种性的韩命的游戏 最主要是以修路来操作 但是现代家庭的心理关系里面所操作的 主导着规训的情感 其实是主体自身眼神的罪恶感 今天我们在这么好的心理关系当中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要看那个人 很罪恶感 他对我这么好 可是我真的不应该外遇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要看 心里面有很强很强的自我压抑的那样 有罪恶感 然后呢 还加上就是 在这个心理关系当中 有无数的不平的经验累积起来 但是另外爆发力 因为我们是文明的 我们是平等的 我们是经厌的 游戏发作 这样的一个不平 其实塞感了很多人都面穿在这里面 这个你们也看不到 修路的形成的 对于主体的这个阉割的效果 以及自我 出于罪恶感 出于这个不能爆发的怨憤 而形成一个内在的大黑症 这些情感 都会在适当的事件 勾动民众的情绪当中 啪一下全部发出来 我认为是此刻 民粹一份很重要的一个 长期养成过程 爱意的家庭化 因此我认为 不是诞生更加美好的心理的家庭 相反的 它毕竟会产生内涵 更多的矛盾充成 很复杂的现代主题 也会继续养成 继续动荡观的家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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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 谢谢大家